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好,8月5日的惡魚談 我想今天很多老友都好像我們MHKTV的同事和主持人 都選擇了休息一天 罷工 希望支持8月5日三霸 等我們的五大訴求 香港政府就會知道 香港人有堅毅 我們不怕找小餐 賺少一點 我們都希望香港政府聽我們的聲音 回應我們的訴求 今天早上一開電視當然知道 很多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幹線 主要的道路有些路障 或者有些學生發起不合作運動 當然一定有班上班想 不知為何 好像不聽過 未知道 不知香港人今天要罷工 在這裡吵圈巴林蔚 有肢體碰撞 吊老母 各方面的事 甚至還有一條全家產的司機 直接衝勞匠 妄顧 這些示威者的安全 連人帶阻礙物都這樣撞 我在這裡 不懂得怎麼說 同一個天空下 有些畜生 出來了 這班人 你沒理由不知道 香港今天會罷工 打風 我們還會有十二個小時告訴你 什麼時候會打風 早點要休息 或者要注意交通情況 醞釀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大家都知道 今月8月5日 是三罷了 為什麼你可以不知道呢 你沒有相對適當的協調 或者是不理解 現在整件事是怎樣的 你沒有了解 主動去分析 去探索一下 為什麼示威者 要有這樣的訴求 希望今天大家 大家放下我們的工作 除非你是醫務人員 消防員 或者是香港不可以缺少的行業之外 大家有什麼情況 不可以放下你的工作 難道你一天工作 沒有了你 世界會停等 不要玩了 更加一個問題 手停口停 今天不上班會餓死 這應該是你自己要檢討 你自己 為什麼你做人 做了幾十年人 你不上班一天 會餓死你全家 那你應該要好好看 了解一下這個問題 當我不詛咒你 你去想一想 如果你不上班 會出現這麼大的家庭狀況 的情況之下 你正在支持的這個政府 是不是對我們所有的香港市民 實行不公不移 完全沒有照顧我們香港市民的福祉 以及我們的福利呢 只要你想深一層 你就會覺得 今天罷工的意義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有這麼多的示威者 要希望大家支持他們 他們是拿命拼 他們被敵人拼頭 他們流血 他們附上一生的前途 我們不回一日工 去表態支持他們 都不行 我想這件事 令我 會明白 有一群人 就是甘心 喜歡做奴隸 甘心 喜歡被別人的鐵棍 空著他們 讓陶刀擺在頸裡面 令到他們做豬做狗 甘心要做畜生 但是呢 我在這裡 亦都希望 我們 爭取在社會公義的老友記 都要記住一件事 在剛剛今早早 見到林鄭月娥 和她一眾的高官 張建宗 陳茂波 還有一群 暗默的 人站在目默的表情 站在她面前 那些人的香港政府官員 出來走 出來十點鐘 就說這個 記者招待會 林鄭月娥 如果大家對她有任何的 盼望 你真是街人無倫 你真是 移民到伊斯亞人國家 你又有人走 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八婆 出來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譴責 香港的示威者 將情況 越推越刺裂 香港 越來越暴力 什麼的炸彈 什麼的縱火 什麼的大殺傷力 武器 各方面的東西 當然 你不做這個獨立調查小組 調查這些 究竟會不會有人 插裝嫁禍 又或者這些 是不是真是 所謂的 你認為的暴徒 在背後插畫的 暴亂呢 你不做這個獨立調查小組 我一天都不會答應 或者是認為你說的 是對的 那你 給一個獨立的 組織出來去調查 是不是真的有人做這種事 OK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譴責出來行的 示威和平訴求的分子 我們就是希望香港攬炒 拖累全香港的經濟 要香港700萬人陪葬 哇 說到這樣子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點點 林鄭月娥 正正就是共產黨做的 就是打一派就攬一派 他就很希望 現在有些看PVB 那些新移民 那些阿叔阿伯 連鄉就牧的老爺 那些低下階層 以為香港的經濟會死到臘肉 香港的和平訴求 爭取公義的人 就把香港拖死 更加攬一攬那些藍絲 離地中產 怕他們樓價跌 賺少兩元 就痛苦 那這些全家產 他就想攬一攬那些人 反對我們香港的 民主訴求的運動 其實很老實說 他是把那個attention 是Disdirect了 Disdirect了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想那些人 以為香港的前途越來越暗淡 而這些問題 正正是香港的年輕人 我們有識之士 以及覺得政府做得不對的人 是我們使得他們攬炒 大家要明白到 我們追求民主訴求 或者是追求一些社會公義 而為什麼正正是 有這個原因出來呢 這是個果 因是香港政府倒行極私 香港政府罔顧一國兩制 香港政府所有的政策 傾斜去 以中國大陸 做這個利益為依歸 罔顧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罔顧香港人的福祉 所有特區政府做的政策 不是為香港人服務 這個只是正正的問題 核心所在 而這個問題 核心所在 會令到香港 喪失它的獨立性 和喪失它的主權 亦是跟我們變為一個 中國大陸城市的契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外資 為什麼要再投資 在一個沒有司法制度 執法吳言明 貪污 官警勾結的社會上 一個這麼無能的社會 又怎樣可以 吸引到 外資認為還有平等的機會 充滿商機呢 這個難度是我們示威者 或者我們和平訴求人士 做出來的事嗎 這些就是正正香港特區政府 做出來的垃圾問題 令到全世界在這裏 以上的昂糕人呢 以為是搞壞他們的樓價 搞壞他們賺小餐 搞到今天 他們在機場裏面 170班 的航班取消了 去不了歐遊 去不了美加 去不了英國 這些人呢 就會完全 站在林鄭月娥那邊 如果我們呢 永遠出來跟他們對馬 打架 吵圈巴閉呢 其實是中正了林鄭月娥的奸計 令到他們推了去 支持這個特需政府 所以呢 我在這裏軟界所有的 老友記 我有很多個朋友 譬如我死黨的總理 有很多的另外一些人 有時都很容易火上頭 在街上很容易跟人家立刻吵架 就只有四個字說 吵你老母爛手蟹 那些東西 被爆炮出來 甚至乎 可能一分鐘會有肢體碰撞 所以在這裏 我真的勸介各位 就是千萬不要中正林鄭月娥的奸計 還有她那裏是中的政府狗官 因為她最想樂見這件事 而將這一集 不太明白 亦可能是 無靈兩可的人 推向政府那邊 而反對我們爭取公義的運動 好了,這是第一件事 而今天林鄭月娥說得最多的 就是一個叫做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這是由梁天琦先生 和他的夥伴 所撰寫的一個 在2014年的一個口號 竟然林鄭月娥說了很多次 她言下之意 即是說 我們香港人 正在搞革命 要推翻政府 侮辱中國 推翻一國兩制 搞獨立 你說得這麼大 林鄭月娥 我真是 說真的 你竟然命不雄 起不喘 你真是好事 其實這樣說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我們其實是一個 香港有很多個結構性的問題 結構性的問題 包括我們樓市 永遠高企 年輕人上不了車 永遠都是做銷唆 屌棄老母做 要是做普遍陷家產 要是賣樓 要是做金融 屌棄老母賣樓盤 整堆年輕人 好像喪屍地逼她 看示範單位 年輕人就是不願意 做這些 暗咎行業 我們要有一個 時代的結構性的改革 是不是 林鄭月娥 年輕人可以有 希望找到她 很多的出路 例如我老友 現在阿琪 十幾二十歲 她想去玩音樂 你還能不能給她這件事 我們可不可以去到 1997年以前的 每一個夏天的暑假 我們要期待 有更加多的 精彩的廣產片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期待 支持的歌星 在暑假推出她的大業 只有這些文化的東西 有不同的類型的 這些藏業 他們才可以有出路 你現在是逼死了他們 你現在說到 她屌棄老母 散火槍 為何要不要殺人放火 就是要推翻你的政權 是啊 我們希望你下台 OK 但是更加希望的是 香港的結構性 又可以有改革 沒有人喊過打倒中共 沒有人叫打倒習近平 我們所有的 走出來的遊行示威 完全都是希望你 回答我們的五大訴求 撤回 逃犯修訂條例 OK 獨立調查小組 你下台 要有人問責 OK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一直沒有回答我們 沒有人要求香港 屌棄老母 要你這個特區政府 要他成立一個新的政府 千萬不要老屈林鄭如我 你這個混蛋 你這個犯罪 屌棄老母 你真的 弄了這個犯罪 虎口虎臉 你這個湖北民工 也不敢屌棄你30年 你這個混蛋 你這樣屌棄 香港的小朋友 你是不是屌棄老母 把那波射回大陸 你是不是向中國的大陸 屌棄解放軍下來呢 你是不是想屌棄老母 說射波這件事 你搞不好 你屈我們香港 在搞革命 你心裏實在 太惡毒了 陳鎮如我 你這個混蛋 好了 還有一個叫陳茂波 這個屌棄老母 小時候 混毒的全家產 屌棄老母 又在這裡僭建 又大量的劏房 搞得到香港民不聊生的 屌棄垃圾的財政司 派四千元派到現在 都未派完 現在大部分的老人家 還沒拿到四千元在手 你這個傻子 還在說屌棄老母 香港的經濟下滑 關於這個 反箭中活動的事 一輪串的經濟數據 出現這些負增長 各方面的事 喂 你別瘋了 現在是六七八月 你說的是上一季 是一二三月 四五六月那些月份 那些是以前的數據 累積下來 顯示到香港的經濟出現問題 不是現在出現的狀況 反映到之前出來的 你倒行逆思都這麼厲害 你騙那些看TVV那些 屌棄老母 叔叔 不懂得讀 沒人讀過書 你這群混蛋 特區政府就好像全世界 只有你們讀過大學 你別瘋了 給你聰明的人大了 不想跟你一起 同流入污 屌棄老母 是不是 撐你個肺 香港 如果是因為 遊行示威 搞到小商戶 關門 八街衛康 拉閘 而影響到香港 大家沒飯開的 我就屌棄老母 零售業佔香港的GDP 多少百分比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主要收益是賣地 買賣金融的印花稅方面的東西 你現在香港怎麼搞的 經濟出現問題 就是要是你們那群傻的 盜行逆思黏著大陸賺食 大陸被川普玩到 借了中美貿易戰 他們那些水不水藍條 你最喜歡的那樣東西 來不去香港 香港就出現了什麼事 糟糕 並不是我們搞示威 令他有問題 所以呢 大家如果真的看得太多TVB 不肯看新聞 暗糕糕的樣子 屌棄人民益雲 只顧著食糞調 就比這兩條茂里 林鄭月娥和屌棄老母 陳茂波 這樣的想調 就混淆視聽 就以為今天香港的亂局 任何今天香港的不穩定 就是我們搞出來的 一切都是你們道行逆思 一切都是你們搞亂香港 一切都是你們把香港所有的命脈 太傾斜 依賴中國大陸 至令到今天香港的亂局 一切都是你們特區政府97年以前 董建華 曾蔭權 梁振英 林鄭月娥 你們的政策 完全不是香港人服務 而偏頗去大陸 至令到今天香港出現 這些一連串的問題 出來了 時代革命光復香港 是指香港的結構性的問題 需要很structural的改變 令到香港回復在1997年之前的 美好的時光 知不肯知道 賊頭 你正在討論我的智慧 你老婆 今天 大家一定要放下手上的工作 用我們的腳步走出來 支持那麼多年 那麼多月 sorry 那麼多月出來 被人拘捕的示威的人士 有很多的人 都是被特區政府 和他的門口狗 香港 特區警察去屈 去打 這兩天在將軍澳 天水圍 黃大仙 有多少個無辜的街坊 包括我的街坊 在水街街口 那一堆的護老院 聞聞了幾多的催淚彈 你們這些混蛋有沒有理過 香港的東西質素很差 有很多人 有哮喘 聞聞到你們這些混蛋催淚煙 會有什麼樣的病發症出現 逛街 下去跑步的阿叔 和那個兒子 成良的被你兜棍打到頭破血流 天水圍的女孩子 被你脫裙脫底褲 去羞辱 你們香港警察的警權 過大到這樣的力地步 你們林鄭月娥出來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去約束他們的權力 把所有的球都射給香港人 你們全部勝賴啦 吳家臣 老媽 你們沒有說話吧 你們 所以今天 如果大家仍然是支持香港政府 仍然是在反對現在的年輕人出來的不合作運動 我告訴大家 你們就是令到 香港一步一步走向萬劫不復痛苦深淵的罪灰禍首的幫兇 千萬不要站錯邊 香港特區警察就對他們站錯邊了 今時今日 哪一區不想 撩走那羞辱子 死黑警 王大仙罵他 西營盤罵他 將軍澳罵他 天水圍罵他 是元朗那羞辱子去撐警 讓你罵你了 元朗你的樓價一直向下滑 全元朗的那羞辱子 在這節結尾 我也想在呼籲一些西環的街坊 昨天 就由一個健身教練 迎娶了他的太太 但很可惜 這對新人 雖然他們都接受老友記的祝福 但他們的前途 仍然蒙上一片的陰謎 為甚麼呢 因為他在7月28號 18時30 即是6時半 至19時15分這段時間 曾經在西原里 出現過 西營盤的西原里 而他當時 是幫助一名 示威活動的小女孩 一個16歲的女孩 因為他中了催淚煙 他們用一些蒸餾水 幫這個女孩 去洗臉 洗眼淚 洗他身上的一些 chemical的時候 被這些防暴警察拘捕了 而 屈他們暴動罪 現在 保釋了出來 就可以 行婚禮 剛剛在昨天 我在這裡 緊帶給mihk.tv 祝你們 白頭刀腦 穩結童心 在大時代的考驗裏面 有一個 勞不可顧的親密的關係 但是我們需要幫助他們 如果當日 在 7月28號的 6時半到7時半 你so happened 經過這個西原里 而你用手機 又拍過當時的防暴警察 去追捕示威者 的片段的時候 又或者你在西原里 一帶的商鋪 你們的cctv 原來是拍到 這對的夫婦當時 在救助這個小女孩 洗臉的片段 而無理地 被特區警察去拘捕呢 希望你們聯絡 以下這個 WhatsApp電話 9036 7240 或者你聯絡 大草 T 大草 W 大草 H U N G TW TW Hong 2019 at gmail.com 盡力幫我加在這裡 OK 告訴他們 你們有拍到他們的片段 在你的商號的小朋友電視 拍到他們當日的片段 還他們一個公道 大家也知道 如果是暴動罪 分分鐘要坐紀錄 10至10年 我不想這一對新婚的夫婦 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理給香港政府 和他的走狗 特區警察 加上 鄭若驊 這個全家產的 律政司 屈揍他們來坐冤獄 令他們兩夫婦 分開 所以如果大家當日 拍攝到這些片段 或者是你的商報 是拍攝到他們 當日走避的一些片段 希望你主動聯絡 剛才我所說的 電郵和電話號碼 還他們一個清白 今天 我想說的是這麼多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是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要將香港的 不公義抹走 我們要用香港有特權階層的人 還回他們的財富 還回他們的特權 給予香港廣大的利益 給予香港廣大的市民 OK 我們為年輕人 要幫他們謀取一條山路 幫他們見到前途的曙光 這是香港人應該要做的事 林鄭若驊今天所說的事 都是bullshit 香港人沒有想過搞革命 是你要屈咎我們而已 你沒有林鄭若驊 我希望林鄭若驊的老公 有這個夢遊證 又或者有這個反眠 睡覺的時候 不小心把枕頭 放在她的頭上 吊了他 吊了他六個小時 本來要看電影 寫不想寫 扶你這個街 很冷氣 今天先說到這裡 街上見